嗯 嗯 嗯 哇 人很花哥 想吃什么好说 大家好 我是胖虹子 老前面今天准备了两块五花肉 呃一会儿啊 来几个朋友 咱们炖点五花肉吃 好长时间没有炖五花肉 今天啊炖五花肉 跟大锅菜还不太一样 非话不多说咱们先把五花肉改了道 切成小小的大块给它 肉有点多咱们用不了 留下点吧 五花肉 五花肉下入锅中 下水 加入葱姜 料酒 甜火 好 把烧好水的肉啊能熬出 咱们煮点鸡蛋 起锅 点火 锅热以后加入五花肉 不要加油 不要加油啊老铁门一定要记住不要加油 咱们给五花肉干煸一下 把五花肉里边的油脂给它逼出来 这样啊吃起来不那么肥 咱们把五花肉啊 咱们煎着焦黄 炸至金黄以后 加入葱姜八角 炒出香味儿 加入生抽 老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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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水 咱们把煮好的鸡蛋放到冷水当中 震一下 一会儿要火扒皮 把咱们提前做好的五花肉放入锅中 锅中加点蚝油 咱们准备点配菜老姐们 土豆滚刀 咱们给鸡蛋去了皮以后 打上点花刀 还好看一点 生活需要仪式感 咱们调一下味 加入盐 鸡精 鸡蛋 粉条 最后加入土豆 炸现在15分钟 咱们先把火关了 咬出来 我看你们是不饿 我不管扭着 我先吃我饿死了 拿这个小火 咱就一小会儿 我不管了,我先来看这个肉 这五花,这颜色 太美味了 嗯 这粉丝是不是有点咸 还是我肉好吃 坐着吃不行,找个鸡要干嘛蹲着吃 你蹲着吃吗 这是,蹲着吃张先生给我思雨一点 我吃肉不吃土豆 真好,真舒服 我来会儿土豆吃 这还有呢 这肉做这么诱人,想不吃一块都不行 来块小的吧 太麻烦了 绝对呀 太标的方 嗯 这肉让你炖的,入口即化 特别吧 嗯 这个就是卤鸡蛋 这个鸡蛋我能吃好多 不够我吃吧,就是卤鸡蛋 那还做一个虎皮鸡蛋 那会有啥 好 嗯 什么呢 虎皮 馒头不到你们就干上了是吧 要花卷啊 嗯 花卷 我没有,馒头不是肉喝卷 你买错的菜 你还买饼子来啊 什么香咱吃着吗 鸡蛋很好吃 肉肉即化 鸡蛋那是给我留的 你别给他说,它不是肉好吃 肉的味道能上 行行行行 OK 我没,我没也是刚吃两口 看来不肥的 肉口即化 行啊 随时分解 说的是我们等不及你也瞒到 行 嗯,咸我这边吃了 还挺 还今天我吃了,没人能吃 嗯 咸了有味儿,大了咳嗽 我想买个大饼男人 这个点啊,没有了 嗯,滋满了 嗯 嗯 来个大饼 来个大饼 谢谢你的大饼 谢谢你的大饼 没正格的 大哥,给留点儿 大哥吧 哎呀,来来来 哎呀,我没你,我没你两瓶 我都留点儿一下 你咬点儿 哎呀,你这个肚子老是大饼 想给我饭去吗 我害我 你给他也咬点儿 不行,我别给我咬 我自己回家 你给他咬一咬,咬着 好了 行,你们吃吧 咬点儿白 我给说一说,我跟你说 别给他加 别给他,我自己回家 对 关系他太不要了 行行行 好了 老兄们,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就转发评论关注啊 再见 再见 再见